你拿到奖学金了 What? What? Really? You're joking I'm serious 早安 Marvin 早上七点出门了 我们刚才十分钟出门 怎么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呢 跟随我们一起陪同三秒参加奖学金考试 三秒 加油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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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5 You in year 5 I'm in year 4 So you go through the arts way? Yes You go together Anybody else want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A few parents maybe to do the scholarship exam Probably can try Too easy for you guys 这考生们就进学校了 据说这是维州 Top 1 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这个学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外面考试的这些生员们 有一些印度的 所以印度人也很看重教育 也有个别的华人家长 你看这人还不少呢 好在三秒去考试期间啊 我们就在巴勒瑞的这个城区附近转一转 然后就在这个湖边呢 就看到有这个Farmer's Market 就说好吧那过来瞧一瞧吧 我是辣妈Rita 今天呢陪孩子一同来考了奖学金 未来我其实也在思考 要不要搬到乡下来住 也很纠结 你们有什么想法 Rita现在是在向你们求助 给我一些建议吧 要不要搬呢 那我就想聊一聊这个 关于小孩子读书的事情啊 这回呢带他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考过奖学金 其实我的初衷就是 希望他可以体验一下 我对我自己孩子的这个预期呢 就是要不要上部习班 然后学习到底是我们教育当中的 多少的一个比重 比如说Academic啊 只是指学习学业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未来呢 整个世界这个瞬息万变啊 你看这一次的疫情 还有未来的这个智能啊 发展的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觉得现今的社会 就已经是超出了我儿时的想象 再往后呢 很多的专业知识啊 像律师啊设计师啊 有些部分的工作 是都可以被智能逐渐所取代的 那这样我们教育里面 到底要教会孩子什么呢 让他在未来的社会当中 可以有这个竞争能力 有能力去生存 我总结的是四点啊 就第一点是爱的能力 对 ability of love 能够爱别人 爱自己 能够爱身边的事物 爱这个关心这个社会 我觉得能够去爱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能力 那爱里面呢 不单单说是去爱某一个异性啊 也可以说是对于生活的热爱 对于人的爱 然后这爱里面也包含了宽容 包含了 gentleness啊 就是一些温柔和耐心 我觉得这都是在爱的这个 广的这个定义里面 第二点呢 可以说是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还是一定要的 就这个学习能力也不单单 也是指学业上的 是各方面的学习能力 就例如我现在学习做这个视频 学习能力的背后呢 是一个好奇心 就是有这个意愿去探索求知 然后并且学习掌握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的啊 就是现在将来都会很重要 就是思考能力 对ability of thinking 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做而做 我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思考完成的 目前的体会呢 我们工作节奏太忙了 忙到说没有时间思考 其实往往是需要静下心来 一个星期里面有那么一天半天 调整一下方向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思考 然后去调整和总结 然后也要思考其他人做这件事情 他背后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思考能力也很重要 还有一个能力 所以我以前的视频里面有一个讲到就是 你看三件法宝帮你永远的书院 我就认为是一个变通能力 昨天去见一个客户呢 我也很受启发 因为他年纪比我年长 但在我看来呢 他在整个疫情当中呢 他的这种应变能力非常的强 大一点的生意 碰到了障碍碰到了挑战 调整可以从一些小生意举手 然后通过抓一些小钱 保证自己的一个现金流 所以我觉得应变能力也非常的非常的需要 这个即使是AI来挑战我们 我们都可以有作为人类 作为有这个应变能力可以去迎接他 让AI为我们服务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取长补短 做AI智能不能做的事情 对吗 上面在不在 感觉好像都是小的 How do you feel right? 你觉得那难吗? Good experience for you 我是那么难 就是一点难 哦是吗? 就是难 可是可是我那个test挺多做完了 真棒 high five 我们今天考试考完了 对吗?开心吗? 开心 嗯 好了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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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